大家好 欢迎来到建设工程教育网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我们这一章的典型案例二 也是我们考题的最典型的一个题型叫图量价题 就是石图算量报价 这个量既包括清单量也包括方案量 这价格既有综合单价也有何价 那从我们应该具备的知识点来看呢 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跟那个典型案例一的石图算量是一致的 只是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在石图算量的基础上 我们要求有一个综合单价与何价 对价格的一个训练 这里综合单价里面包括清单综合单价 由人才及管理 然后清单综合单价的计算的思路 就是我们基础知识点提到的方案总费用除以清单量 那么涉及到的何价 就是要不编招标控制价 要不编投标报价或竣工结算 不管从哪一种角度 重点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典型案例 二就是我教材的案例九 就是清单计价文件 这个清单计价文件里面 包括分不分项的钱 我们提到的实体的钱 包括措施项目的钱 然后包括其他项目的钱 包括归费和税资 那么相当于我们说的典型案例二 就是把典型案例一的内容 然后再加上基础知识点里面的价的内容 就合并成了我们这个图量价体 这就是我们图件也好 安装也好 最典型的包括其他专业 就这四十分的就考量 就是实图算量报价 是个完整的这一个题 那我们教材里最能体现这个题型的 就两道题 一个是案例九 跟图件紧密相关的地下工程为主的 一个就是案例十 以装饰装修工程为代表的 要求案例九案例十 这个题型我们都要熟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熟悉一下 案例九的这个背景资料 某工程的建筑面积是1600平米 这个建筑面积在我们算量的时候 算是基数 就是计算基数以前首算的时候 但其实现在我们在清单量的时候 这些建筑面积也会经常用到 比如这道题在考量 最后的缴手架的清单量和垂直运输的清单量的时候 都用的是建筑面积 所以1600平米这建筑面积 它既是我们体现你这个工程的规模大小 同时也是我们一些清单量的计算基数 盐口高度是11米6 基础为无粮式的满塘基础 满塘基础最典型的就两类 一个就是法板基础 一类就是镶型基础 这给的就是一个法板基础 但是是不带凉的 有的法板基础是带凉的 对吧 地下室的外墙是为钢筋混凝土墙 地下室的墙 满塘基础的平面示意图 建图3-6 泡面图呢建图3-7 我们把这个图理解一下 再回过来 再完整的读背景资料里的文字 在它的平面布置图里面 我们能看到就是定位轴线 它就是基础的平面图 一轴到四轴的一共是17米4 然后A轴到D轴的是19米2 那么也是一个矩形的 从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最外的外边线 就这个细线条 就是法板基础的一个边界线 那么里面呢带了45度 这个斜线的这个阴影部分 这部分就是地下室外墙的一个投影线 那里面有框架子 有几根框柱 如果把一一泡面给它切开看 那我们能看到 从下到上就是 最底下是电层 然后是法板基础 法板基础300厚 然后有地下室 那地下室的外墙是钢筋混凝土墙 然后地下室的顶板的顶标高 就是零零标高 也就是地下室的顶板 就是一楼的地面了 对吧 这里给了一个室外地平的标高 是-0.3 到基础 电层底部的标高是-4米2 这标高都给了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两个图 我们用三维图去展示一下 是这样的 好 这是我用机体沟2021 就算量的那个三维图 给它画出来了 那我们从下到上来看 最下面那红色就是这个电层 那个绿色就是一个法板基础300厚 然后这个灰色的区域范围 就是地下室的外墙 上面那个蓝色就是我们地下室的 那个顶板 地下室不就是有底板顶板 然后墙吗 这几个小的这个 这个深蓝色的四个点 就是里面的几根柱 这是整体三维效果 如果我们把它切开看 那么就是这样 把那个梁拿走 就是你看 就是电层 法板基础 简历墙 或者执行墙都可以 对吧 然后四个矿柱 看得很清楚了 对吧 这就是这个柱 然后等于它的这个核载 就柱的核载传递给法板 法板再传递给底下的地基 它是这么一个传递的过程 那关于这些柱的混凝土的一些标号情况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背景资料来看 混凝土都采用的是玉瓣混凝土 现在对玉瓣混凝土有理解了 就是商品混凝土 就商混的意思 对吧 强度等级是电层是C15的 C15一般都素混凝土 就不含钢筋的 那满塘基础和混凝土强都是C30的 比较好 项目编码及特征等 详尽分布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表 给了一个清单表 招标文件里面还规定 土质为三类土 所有挖的全部土方 要厂内气土运聚50米 就挖完以后先运到厂内50米的地方 对吧 然后基坑要夯实回田 基底无需迁探 挖田的土方计算 都按天然蔑食体积去计算 这道题在计算土方工程的时候 有一个前提 就是所有的土方不考虑松散系数了 理论上讲 你挖出来是一立方 是吧 那么你在厂内运土 那可能就是1.3立方 就松散 你回田要一立方 回田来的土 可能是要1.35立方 但这里面一切都按天然状态下计算 就所有的挖田 只要是土方 都不考虑松散系数的一个 折算 这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就把土方的这个计算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案例背景 我们来看它需要 我们完成的这个任务 也就是它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看问题一 根据图示的内容 然后根据房屋建筑与装饰装修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 也就一三板的现行的 金兰计算规范规定 要求我们算一下 该工程挖一般土方的量 然后回田土的量 以及基础电层的量 混凝土满塘基础的量 混凝土墙的量 电层模板的量 就是电层除了混凝土 还要算模板 你看措施项目 还要求我们算满塘基础模板的量 措施项目都有 满塘还有混凝土墙的模板的量 墙也是侧模 对吧 然后综合缴手架 垂直运输机械的这些清单量 就第九第十 就这两项 综合缴手架和垂直运输的 招标工程量清单中的数量 就这两个数量 直接就可以给结论 这是1600平米 综合缴手架就同建筑 就按你这个工程的建筑面积 那背景资料里面 给的建筑面积就是1600平米 所以垂直机械 也是可以按这个建筑物的建筑面积算 就这个十项里面 这两项单价措施的清单量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出 那么其他的都要根据我们的 背景资料的这个图例情况 以及计算规范 把它计算过程完成 填写在表里面 那我们依次来看 先看挖一般图方 他给了这个所有分部分向的 清单的一个计算表 有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 计算过程 其实问题一就是算清单量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案例的问题二 就是算方案量 那我们一起来看 先看第一个 挖一般图方 挖一般图方 刚才我们提到了 它的清单的计算规则 就是按设计图示尺寸 以体积计 那么这个体积呢 清单的挖体积 就是你挖的这个 对于满塘基础来讲 就是挖大开挖位 就是你电层的底面积 然后乘以挖土的深度 所以挖一般土方 我们就要找到这个 电层的底面积 那这个是我们前面的 图例的一个三维图 后面我们陆续都可以看到 那我们的底面积是挖 做清单量的时候 是直上直下的挖 就是直上直下 不需要你这个去放坡 那我们就找到 这个电层的底面积 再乘以挖土深度就行 那电层的底面积 就是我们这个 三维图里面的红色 就是它的长和宽 那我们怎么去读啊 从这读 先看它的平面图 平面图给出的 17米4和19米2 先看它这个定位 轴线尺寸定到哪 这17米4是指的是 我们减力强的 你看这个 就是地下强 地下室外强的中心线 定的是这个 然后A轴和D轴 也是定的是这个 强体的中心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一泡面吗 来看 所以如果我们要找 电层的长和宽 就要从这个定位轴线 往外反 怎么反呢 从这儿看 你看 这是一轴 就定位轴线从这起 而定位轴线定的是谁呢 你看 这墙是250后的墙 250后的墙 这边是125 这边是125 整体这个墙后是250 对吧 所以它这个定位轴线 是定的是我们这个 墙的中心线 跟我们前面那个案例一不一样 定位轴线那时候定的是 矿柱的中心线 那我们现在要找到 电层的底面积 那电层的长和宽 都要从这开始 这是电层 从这反 对吧 然后算清单量的时候 是不考虑工作面 不考虑放坡的 那么这时候 我们要从这 找到它的长 然后从那个方向 找到它的宽 那我们从一轴 你看 一轴到这儿 是17米4 这指的是我们墙的中心线 到中心线 那电层的挖土 要挖到你电层的外边线去 对吧 那我们就应该是 从我们这个定位轴线 往外反 一直反到你这 反到你电层 你看从这挖 直上直下挖 从室外地平 一直挖到直上直下 挖到这 对吧 那挖到这个边上 就是你这个定位轴线 之间的距离 左边你看 这是125 这300 就425 再加100 525 就要从定位轴线 反到525 往外反 这边反525 这边也反525 就相当你看 这定位轴线 这边反 这边也要反525 然后我大概试一下 就四周都要各反出525毫米 那么这个区域范围 就是我们电层的 对吧 底面积 那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图 你看 整个这个红颜色 这个图 就要从定位轴线 那这边要反出一个525 看到吗 这边也要反出 从定位轴线 反出525 同理 你看 那个方向也是 从定位轴线 往外反 是吧 反出 从这定位轴线 往外反 反出一个525 是吧 这个方向也是 是吧 你看从这 一个也是 那么这样才是我们 整个这个电层的 一个底面积 那我们把这个数据 我们进行一下整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把这个 挖一般土方 就是大开挖 机坑跟 机坑 机槽和大开挖 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这是挖一般土方 那么我们就应该找到 电层的底面积 等于电层的底面积 然后再乘以 挖土的深度 那么刚才我们在 寻求电层底面积的时候 就是从你的定位轴线 这17米4 对吧 左右各反出525毫米 这边也都要反出525毫米 对吧 刚才我们分析完了以后的 那就17米4加上0.525乘以2 这是这边的长度 然后这边的电层通力 是在19米2 你看 乘以19米2 再加上0.525乘以2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一图 这边往这边反 那么这个同样 在定位轴线基础上 这边也反525 这边也反525 才是我们到电层的 一个边线 对吧 好 电层的底面积有了 那挖土的深度 从哪算到哪啊 挖土的深度 一定要从室外地平 算到机坑的底部 这是室外地平 -0.3 机坑的底部是-4米2 那挖土的深度 就4米2-0.3 3米9 对吧 你要原始计算式 就是4米2-0.3 3米9这么来了 对吧 挖土深度 这就是我挖一般土方的原始计算式 计算思路 我们要清楚 考试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原始计算式 去计算 那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回填土方 这个清单量的计算 刚才我们已经把挖一般土方 计算完了 然后把电层的混凝土量算了 法板基础的混凝土算了 混凝土墙也算了 那这回过头来 我们就算回填土方的量 那么这个回填土 在清单的回填量的时候 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找到它的挖土方的量 把挖土方的量减去室外地平以下 所有的实体体积和中控体积 就不需要回填的部分都要减去 那减去谁呢 一要减去电层 肯定要减 然后第二要减去法板 要减 第三减谁呢 减那个地下室外墙所围成的所有的体积 就地下室外墙 以及就是外墙里面中控部分都不需要回填 所以减去石应该是室外地平以下 室外地平以下外墙所围成的体积 是吧 是要把这些减了 我们用图例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从这个图例 这两个图例 基础回填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考虑的是 所有挖的土方 然后减去谁啊 一把底下这个电层减了 把法板也减了 然后把地下室这个外墙外边线所围成的体积 这部分也要减了 但是一定减的是室外地平以下的 这部分外墙外边线所围成的体积 这点是要清楚 那么这个体积具体计算的时候跟谁有关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教材里这个图来看 地下是外墙所围成的这个体积 我们就要找到你这外墙的长 外墙的这个高对吧 以及外墙的宽 长乘宽乘高 要算到这个体积从这 算到这 就是从定位轴线到这 然后高度范围呢 是从负的0.3 开始一直算到这 高度 3米8到0.3的区域 就是你真正 不需要回填的是 这个高度范围 3米8减去0.3 就是3米5这个范围里 那么这个外墙外边线所围成的体积 跟长宽高有关 长就这个 外墙外边线就是 17米4 这边加一个 125 这边再加个125 就加0.25 就一直要算到这个墙的外边线 这个墙的外边线 然后这边也是墙的外边 19米2 这边加个125 那边也加个125 那加个250 这是到了外边线 这墙的外边线的长 乘以外边线的宽 那么这个高呢 就是我们说的 室外地平以下 这个墙的高度范围 那么应该是从负的0.3 一直算到3米8 就刚才我们讲的3米5 所以有了这个数据 我们再回到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原始计算师来 那就是这几个数据了 讲到回田的时候 我们继续看 回田的挖土方的体积 我们有了 电层的体积有了 法板基础有了 现在就是室外地平以下 外墙所围成的这个体积 那么我们先找到 这外墙的外边线 它的外边线的长 是它的定位轴线 刚才我们分析完了以后 是它的17米4 是吧 再加个0.25 这是它这个方向长 那个宽呢 是应该19米2 再加个0.25 它的宽 然后再乘以它的整个高度 是刚才我们分析的 3米8减去0.3 就3米5 这个就是室外地平以下 外墙所围成的体积 那么在算这个的时候 大家注意 容易出错的一个 就是高度范围 就直接从00标高往下算了 你的回田 只是挖土方的那 室外地平以下要扣的体积 不是你整个的 不能把这个前面算的 混凝土墙的体积 整个拿来扣了 这就乱了 对吧 这就错了 对吧 所以这点要清楚 好 那么到这儿 我们就把它要算的 一共10项的清单量 我们开始呢 就把综合缴手架和垂直运输 这个用建筑面积这两项算了 前面就五项算完了 那就七项 剩下呢 就几个模板呢 一个是电层的模板 一个是满塘基础的模板 还有混凝土墙的模板 那我们一个个来看 先看这个电层的模板 电层的模板呢 我们先得找到模板 电层的模板跟谁有关 只跟它的侧面有关 你看整个这是一个电层 底下是整个是开弯完了以后 直接做 对吧 上面是要直接起 法板基础 所以我们电层的模板 就这个侧面 就这个侧模 一个面 两个面 三个面 四个面 这个 这个侧面的面积 那侧面的面积就是 你这个电层的长 乘以这个电层的高 也就是厚度 这不就是吧 对吧 你把这四个长度 就周长算出来 乘以这个高度 这不就是 它的电层的 模板的 工程量吗 因为模板的工程量 就是按照我们说的这个 接触的 跟混凝土 接触的一个面积 所以电层的面积 就是我们的四个侧面 的一个面积 那四个侧面 我们又找到 这个侧面的周长 那就又回到 我们前面这个 电层的长 是吧 电层的长 我们前面提到过 电层的长在这 电层的底面积 这不是电层的长吗 电层的宽 原来算底面积 是长乘宽 现在我们要的是 直接是它的周长 对吧 它的周长在乘以 它的这个 呃 电层的厚度 所以现在 如果我们要求模板 电层模板 清单量 就把原来 电层的底面积 长乘宽 把这个长和宽 把它加起来 乘以二 就是 17米4 加上 0.525 乘以二 这一边 再加上我们的 19米 19米2 加上0.525 乘以二 对吧 再把这两个都加起来 乘以二 就周长 然后再乘以 0.1 好 这个就是我们 电层的模板的面积 那对于法板基础的这个 模板 同理 法板基础的模板 也是一个侧模 因为底下的就是有电层了 上面就直接就当地下室的底板了 所以它需要做的这个 呃 法板基础 它的模板 就是这个侧模 所以我们把呃 这个案例一跟这个案例合在一起 它里面的措施项目都提到了模板 前面我们算的是梁和板的模板 这个算的是电层跟法板基础 你看一会儿还算墙 所以你看柱梁板墙这些模板 我们都要清楚 都是按面积算 那么你看这个面积 就是我们找到这个法板的 这个外周长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图例的 对吧 这外头这一圈细的这个这个线条 外周长 再乘以法板的厚度0.3 就是我们法板基础模板的一个工程量 那我们直接在这 就在它原来的这个基础上 原来法板基础 算混凝土量的时候是长乘宽乘厚 我们就把原来的长 你看 17米4加0.425乘以2 再它把原来的宽 19.2加0.425乘以2 把它的长和宽 把它加起来乘以2 变成一个外周长 然后再乘以一个0.3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 如果我们把它变化一下 这个把它变成是法板的模板量 那么原始计算师 就把原来的这个长和宽 把它长17米4加0.425乘以2 对吧 然后再加上原来的宽是19米2 再加上0.425乘以2 把这长加宽 加上乘以2 就变成了一个整个是周长 对吧 整个一个周长 外周长 然后再乘以0.3 这个就是法板基础的 模板的量就有了 就是侧模 周长乘以高度 好 那么最后一个模板呢 就要我们求这个强的这个模板 这个强的模板 我们特别注意就是 强的模板 侧模要分成两个方面去计算 一个是强的外侧模 就是强的高度乘以这边的墙长 对吧 那么它的高度外侧模 是从-3米8一直到001比较高 就是3米8的 整个高度范围 那么这一强的内侧模 注意你看 就从这到这 这是两板 就是这个板和墙 同时交注的话 那你这个墙的这个模板 就支到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墙的内侧模 在支的时候高度 是3米8到这底下 这个是0点 00比较高 这是-0点 所以到3米6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那么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图 画了一个图 让大家更好地去理解 你看 对 地下室外墙 地下室外墙模板的时候 有外侧模和内侧模 外侧模你看从这到这通高的 对吧 3米8 你看从这法板基础的顶部到00比较高 这是外侧模 外侧模的周长 乘以外侧模的高度 就外侧模的面积 那我们看内侧模呢 进外墙 内侧模是从这长到这 看到吗 所以它的高度范围是3米6高 就3米8要扣掉这个板后 3米6 这是内侧模的高度 外侧模的高度 整个这个高度是3米8高 所以你算这个地下室 地下室 这个墙的地下室墙的模板的时候 我们就包括两部分 先看它外部分 外侧 再加上它的内侧 对吧 它的外侧 由我们的外周长 乘以它的3米8 那外周长不就前面讲的 17米4 再加上0.25 对吧 再加上19米2 加上0.25 它们俩都加起来乘以2 这就是外周长 是吧 再乘以3米8 就变成了外周长的一个面积 那么内呢 内周长 就是要找到你这个模板的 就墙体的 这个整个墙的内周长 再乘以内周长的高度 就是你的内侧模 我们算这个模板的内侧模的时候 就找到你这个墙的内周长 乘以它的高度 那它的内周长 就是它在 17米4的基础上 是这边减去0.125 那边也减去0.125 那就17米4减去0.25 对吧 然后高度按3米6 我们把刚才的原始计算师说明 就是在17米4的基础上 它反到你的内周长去 那不是加0.25 是减0.25 然后再加上 19米2 再减去0.25 把这两个数 都加起来乘以2 内周长 再乘以高度 按3米6减 是吧 这是要注意的 好 那么到这儿 我们就把问题一 就是清单量 就全部算完了 十个量 十个量里面 严格讲 有五个是措施项目 五个措施项目里面 三个是算模板的 还有一个算脚手下 一个算垂直运输的 后面都是算措施项目 就一半的量是措施项目 前面这五个 就是我们的图件的 这个分布分项的一个清单量 好 问题一 我们就解决了 解决完了以后 然后按它的规定的要求 把它的报表填写清楚就行 这我们就不展开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看问题二 问题一呢 叫清单量 问题二叫方案量 它的方案量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 它不是挖土房直上直下挖的 它是放坡了 然后还有工作面了 也就挖的量 肯定比清单量多 那根据它的这个方案 你算一下它的工程量 它的背景这么给的 依据工程所在省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消耗量定额的规定 挖一般土方的工程量 按设计图示基础 含电层尺寸 另加工作面宽度 土方放坡宽度 乘以开挖深度 以体积计 这个指的是这个谋审 就是我们说的定额量 说这个定额量 有的时候也叫方案量 就你制定 你这个接这个活以后 你得制定一个施工方案了 对吧 所以我们也叫它方案量 在这里就叫施工量 它是一个意思 我比较爱用的就指的是方案量 我拿了这个活以后 我按照我的方案去挖 那我要用多少量 对吧 叫方案量 那有时候就挺限为 就是定额量 是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方案量 会叫定额量 它一是要考虑放坡的 第二是要考虑工作面的 那放坡多少 工作面多少 继续看 基础土方放坡 自基础含电层的底标高开始 就它放坡从哪开始放 从室外地平 一直放到电层的底部 就是它给了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图 你看 就是这个 它从室外地平一直放 放到电层的底部 对吧 它也可以放到顶部 电层直上直下挖也可以 它是直接放到底部 所以这点是要清楚 那放坡系数是多少呢 它是0.25 1比0.25 是用这个0.25放坡系数 然后这个电层底部的工作面 给的是300 你看 就在这个图例上 它同时把它的方案量表达清楚了 说我真正挖的时候 是有一定的放坡考虑的 然后底下电层以外 是有300毫米的工作面 那问你 如果按照这么去挖 那么它的方案量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 它的问题二把它读完整了 因为在问题二的时候 我们也遇到很多同学大姨 大姨他是说 这个采用这个挖土的时候 他说放坡坡度是1比0.25 然后三类放坡的 起点的深度是1米5 工作面的宽度是300毫米 就在这里面里面的 问的问题最多的就是这个 三类土放坡起点深度为1米5 这个1米5怎么理解 我先说正确的理解 正确的理解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的土质是三类土 因为土可以分成一类到八类 前四类叫土 后四类叫石头 三类土就比较坚硬的土 那么对于这种土呢 他说如果要放坡就看你开挖深度 开挖深度别超过1米5 可以不放坡直上直下就行 就不会塌 但是如果你开挖的深度超过了1米5 那你就需要放坡 那我们这个案例从负的0.3 一直挖到4米 负4米2 对吧 很显然都超过了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需要放坡 所以这1米5是这个意思 我们很多同学他理解为说 我先直上直下挖的1米5 然后在1米5下我再放坡 这个理解是不妥的 所以这1米5是来界定 我这个工程要不要放坡 他不是说你先挖的1米5 我们再去放坡 所以这个要正确的理解 这个答应的比较多 第二个有的同学质疑 说你都采用机械挖 你看他不多都采用机械挖图 放坡坡度是坡度系数是0.25 他说我们按施工的工艺来讲 他说你最起码底下要留2、30公分吧 是要人工挖去找坡 你不能直接机械挖到底 但这是定额 他定额说了这么说 但实际上他说用机械挖 他那个定额里面给你那些消耗量里面 已经包含了人工配合挖的那些数量 都考虑在里面 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改错题 因为很多学员就说 这个不妥了都错了 那么人工可以直接挖到底 机械不能挖到底 机械应该挖到这个是不是电层的顶 然后底下再有考虑是人工挖等等 那么这个是这样的 对吧 他是直接采用机械挖直接挖到顶 然后他的那个定额数据里面 他其实是考虑了人工最后找坡的那部分的钱的量的 所以这不要去质疑他 好了 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方案的这个挖土的一个施工方案 以及这个挖土的方案的对应的一个定额的计算规则 然后让你按照这个站位站在谁呢 站在招标控制架的角度 所以你在编制招标控制架的时候 你要考虑一下你机械挖这一些土 回天土的一个施工方案量 对吧 就扮演招标人的角色 招标人别招标控制架 他那个综合单价你也要编制一个常规的方案 那说按照这个地区来讲 比较常用的是这种 那就是挖方案量是多少 回天土量是多少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时候的我们机械挖土方量 跟我们刚才挖的区别在哪呀 先回到这个图 那么刚才我们挖的时候是直上直下 沿着这个电层的这个垂直线挖的 直上直下挖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挖的时候 是放坡挖肯定多挖了 对吧 那么就是问你按照这种 我们多挖出多少 那后面算综合单价的时候要用的 那对于我们的理解就是 现在就编成 刚才是挖一个立方体 就现在挖的就是一个棱台 对吧 那你挖这个棱台 那你就是这个体积 还记得这个体积 不就可以是你考虑A加KH 然后再乘以B加KH 再乘以H 再加上三分之一 K平方H三次方 对吧 用这个就可以 这个棱台的这个体积 就可以把你的机械挖的方案量套进去 所以这个A 就是你现在挖的放坡的 底部的长度是多少 那现在在原有长度的基础上 你看这又加出300来 对吧 你在一直从这定位轴线的基础上 一直加到这 那你现在这个A 就要最起码要加出在原有的基础上 要加上一个525再加300 那就是825 就在你原有定位轴线的基础上 再加个825 这个B也是沿着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19米2的这个方向 然后这边也是要加出一个825 这边也要加出一个825 就考虑完就工作面以后的这个B KH呢 K就是放坡系数0.25 H就是你挖土的深度 你挖土的深度就从室外地平 负的0.3 一直到负4米2 就是3米9 挖的 开挖的深度就是3米9 对吧 所以这H就直接带3米9进去就行 那么其他的数据都是有的 K就是0.25 H就3米9 然后A和B就是 你电层考虑完工作面的最外边线的这个长度 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案的机械挖土方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图例 我画了一个图 画图的时候就是大开挖 这时候挖的放坡了 放坡到电层底 然后用大开挖的方式 工作面用了300 方坡系数用的0.25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图就是 你看 在挖的时候 整个这个体积就蓝颜色出来的这个区域 就是我们一个挖土方的一个体积的 一个示意图 它是一个棱的 斜着的 对吧 如果你再算 在这个基础上回填 那就是这样挖出来的土方 那就是这样挖出来的土方 然后再把底下的电层啊 法板啊 再把外墙啊 就是外边线所围成的体积 室外地平以下都给它扣完了 就是这个有点深蓝色的这个区域 整个体积就是回填土的 这个体积的一个示意图 能看懂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方案量 它的原始计算师 我们就可以出来了 我把这个机械挖土方的这个方案量 原始计算师 给大家表述一下 出来的量 就是它的计算方法 用教材里那个方法也是可行的 对吧 我刚才是用A加KH A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 这个17米4这个位置 再加上了0.825 乘以2 对吧 0.825是考虑了工作面以后的 这个长度 那么用我们刚才的公式就是 A加上KH 对吧 这是A 就考虑了工作面以后的长度 再加上KH K就是0.25 H呢就是3.9 好 再乘以B加上KH B就是这边的19米2 就乘以这边 19米2再加上0.825 乘以2 再加KH就是0.25 乘以3.9 好 再乘以H 3.9 就A加KH 再乘以B加KH 对吧 再乘以H 然后再加上三分之一的K平方 就0.25的平方 再乘以H的三次方 3.9的三次方 那么乘以H 乘以H 这些数据等于 1705.7 1705.70 立方米 好 这就是我们的挖一般土方的时候 我们的方案量 就考虑了放坡和工作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回填土的方案量 那回填土的方案量 跟我们刚才算清单量的思路完全一样 就一个数据动了 就是用我们的土方的时候 用的你方案量的土方 减去你电层的体积 减去法板基础的体积 再减去地下室外墙外边线所围成的体积 对吧 所以算这个回填土的时候 就是这个土方的量 用的是方案量 其他都是一致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最后的这个方案回填土量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始计算式 刚才我们是把机械挖土方的量 我们算出来了 是1705.70 当你可以用教材里这个公式也是可以的 我给的也是一个棱台公式 那方案的基础回填土量呢 你看 还是用你的挖土方的量 然后减去你室外地平以下所有这个该扣的体积 里面你看扣了谁啊 用你的挖土方的方案量 减去一个电层的量 减去一个法板的量 然后再减去地下室外墙 就是室外地平以下地下室外墙所围成的一个体积的量 最后得到是357.05立方米 这是我们方案的回填土量 所以方案的挖土和回填都比清单量要多 对吧 当时我们清单量我们来看一下 清单量我们当时挖的时候是挖了1457.09 1400多 现在我们方案量是挖了1700多 多了300多立方 然后回填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清单量的时候是108.44 那我们现在方案量的时候是一共是300多 对吧 357.10多 多了大概100多地方 所以我们的清单量跟方案量去比呢 是方案量都大于我们的清单量 基本的思路是这样 大的一个原因呢 是我们考虑的放坡考虑的工作量 所以你这个多挖的这部分 你在组综合单价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进去 对吧 好 那么问题二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到这 问题二我们归纳一下 就是方案量怎么算 问题一就是清单量怎么算 那我们下面就跟着进入到问题三 就是问你综合单价怎么组 再次调查一下 这一集 现在的东西 请你多多导啊 下集结束 什么 因为 我会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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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多多导啊